官方剛在FB發布的這張圖 預告了明天的GNN喔 沒錯啊 又有全新的公會任務了 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閻西啦 所以叫他合作公會任務好像也不為過 呃算了 累合作好了啦 其實我在想玩家的體力應該蠻吃不消的齁 上禮拜才剛刷完等級 下禮拜又有全新公會任務 這個公會任務的話是在神魔風新聞裡面有提到的閻西 造型看起來蠻像西部牛仔的感覺 這張還有下一張閻西的技能都是還沒有公布的 下一張就是夢魘集啦 我自己是希望實用一點點 那講到公會任務卡的話大家就記得加減打一下下 你有打到200分的話就可以拿到欸 應該不算太難喔 因為公會任務卡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用到 等到要用的時候又找不到就會很尬 因為當下你也沒有任何方法去打到或者是拿到 像這次的六風災厄嘛 我在木打擊裡面擺了一張2020年的公會任務卡路德福 在這個關卡裡面就非常好用 晚一點 嘎明老師的頻道那邊應該會有更多明天GNN會出現的角色 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下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這隻的閻西技能會不會是實用的呢 種族跟屬性的話應該就是火人族了吧 不要跟我說旁邊牽了一隻馬然後變成獸族捏 好啦 今天主要就是把這個消息帶給大家 明天GNN又會恢復正常了 到時候記得再密切鎖定我的懶人包喔 大家對於公會任務還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